上节课呢 我们实现了一个 CommonsBox的一个评论组件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循环几个出来 在HomeDetail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的内容 这里我们去写一个 Wego4 ItemIn 我们循环五个吧 我们Item括号就不要了 现在呢 我们五个评论 现在就已经给它去循环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去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我们实际上 正确的一个评论内容 我们去给它请求下来 然后我们去实现一个云环数 获取我们的评论内容 我们在Clode Functions里面 我们去新建云环数 云环数呢 我们就要getCommon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云环数呢 我们刚开始还是要去 先声明一个数据库的引用 我们UniCloud .database 然后去声明一个Dollar Dollar是一个聚合的 凑做符 我们是Common.argument 然后呢 我们会接收几个参数 我们Const 一个是UserID ArticleID ArticleID 我们的文章ID 等于一个Event 我们暂时呢 先去接收这两个参数 参数接收过来之后 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直接去获取 List 等于一个AWAT DB.Collection 然后是什么呢 Article 这个数据表 之后我们使用机核造作 Aggregate 然后点Match Match呢 我们去筛选一下我们的记录 我们筛选哪个呢 ID ID呢 就是我们传进来的 ArticleID 然后我们去给它点End 然后我们去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筛选我们的评论呢 筛选评论 我们用一个Project Project 我们并不需要它去返回ID 因为ID呢 它是默认给我们返回的 所以我们ID给它指定一个0 然后我们要返回 Comment 我们这里填个1 只返回一个comments 然后我们给它去配置一个运行测试参数 测试参数呢 这里我们去找我们的一个ArticleID 我们看哪个里面我们用到过 之前呢 我们Update的comments里面 我们用到过这个ID 所以我们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还有一个UserID 其实UserID在我们这个云含书里 其实是用不到的 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去写上 然后我们去给它上传并运行 运行之前呢 我们这里先给它处理一下吧 Event 我们这里就不返回了 我们给它一个Code200 然后按Message呢 是数据请求成功 然后把我们的List给它返回一下 Data 然后返回我们的List 这样我们再去重新上传一下 我们清空一下控制台 现在呢 把我们的数据返回来之后 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在这里呢 我们不太好看出来它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给它去新建 新建一个Json文件 我们叫Test 然后把内容呢 复制到这里 我们去格式化 格式化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拿到的内容 首先Data里面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呢 是这么一个内容 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啊 其实我们有用到的 就是Data里面的数据 Data里面数据 给我们返回一个数组 数组呢 但是里面有一个 Commons的一个字段 其实我们只需要 Commons下面这个数组里面的数据 它才是我们最终 要去请求的数据 所以我们需要去给它处理一下 那么回到我们的数据里 我们把其他的页面 我们先给它关闭掉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在Project之前 我们使用一个 Avent这么一个方法 它是做什么的呢 可以使用指定的 数组字段中的每个元素 对文档进行拆分 拆分后呢 文档会从一个 变为一个或多个 分别对应数组中的每个元素 所以我们使用它 去拆分我们的文档 那么我们拆分的字段是什么呢 Dollar Comments 我们去拆分它 拆分完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操作 我们叫Replace Root 我们先看一下它是怎么给我们描述的 指定一个已有的字段作为输出的跟节点 也可以指定一个计算出的新字段作为跟节点 就是我们重新定一下我们的跟节点 跟节点呢 我们这里就使用一个New Root 是谁呢 新的是Dollar Commit 就是我们这一个字段 现在我们再去重新运行一下 看一看给我们返回什么内容 那我们上传并运行 清控一下控制台 成功之后呢 我们把返回的信息 我们复制一下 放在我们的这里面 我们格式化下代码 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返回的内容呢 现在直接Data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的评论内容 我们把文档先去拆分 拆分完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Competence 作为我们的一个跟节点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List.Data 其实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成功的去返回了我们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这个文件 现在其实就没有用了 我们先给它删掉 我们再去部署一下 上传部署 部署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去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Command里面我们去声明一下 声明一个API Export 然后呢Cost GetCommand 等于一个箭头函数 Return Return到了HTTP 然后返回一个URL URL我们给它传入 GetCommand Data呢我们原样传给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拿到我们的API之后 我们找到我们的页面 页面是哪里呢 HomeDetails 我们在这里直接去给它请求一下 我们到最下面 我们这里是请求评论 内容 GetContents 然后呢我们这是.$API.getCommand 然后我们去点赞 返回一个REF 等于 我们log一下REF 然后需要给它传一个什么呢 我们把articleID 然后我们去传给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unload里面 我们去调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方法 Zs.getCommand 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呢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看第二个 给我们返回了四个数据 四个数据呢 每一个都是我们一天评论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渲染到我们的页面里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在Data里面呢 去给它声明一个CommonsList 等于一个空 我们给它去复个值 Cost 我们先拿到内容 Data等于REF 然后Zs.CommonList 等于什么呢 等于Data 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渲染到我们的页面里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要给它一个K K呢 就是item.id 应该是com comptentsid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id commitid 然后我们呢 给它复制到这里 就是这个id 现在我们拿到item之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容传给我们的组件 我们叫commons等于一个item 然后我们在组件里面去声明这个参数 props 我们加个s 然后是type type是什么呢 type是个object 然后default 我们给它return一个空的对象 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渲染我们的内容 我们先从我们的图片开始 这是我们一个评论人的头像 头像呢 我们commons.author their avatar t-a-r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好像当时没有去给我们保存我们的作者头像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保存了作者的头像 但是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单词品也错误 我们没有获取到当前这个变量 所以呢 它应该是一个暗地范 然后我们这个字段呢 就没有插入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所以我们重新给它去部署一下 上传部署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时间 时间还是一个时间串 我们稍后再处理 我们直接把它给它拿到 create-time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评论内容 评论内容是什么呢 comments.content comment.conten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内容 现在除了我们的头像 其实我们所有的内容呢 其实已经给我们返回成功了 然后我们这里再去给它新评论一个 最新的 我们点击发布 发布成功之后 我们刷新下一面 现在呢 最新的评论其实已经有头像了 那这就是我们获取了我们评论的一个内容 下节课呢 我们会去实现回复当前的评论 然后把我们的云函数去实现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页面呢 给它去画出来 谢谢你们 谢谢你